当时在闲在家里 当时没上班嘛 就看网上好多说是期货 外汇之类的 好像能赚点钱之类的 这个平台叫外汇天眼 刘女士是在网上找的 她通过平台浏览了一家叫富拓的公司主业 并给在线客服留了联系方式 之后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对方自称姓林 是富拓公司的客户经理 做得好的人你可以看到都赚很多钱的 然后有一些操盘高手的话 一个月都是 她说的很多 就是几十万美金了 几万美金了等等的 都很厉害的 有一些中东的一些土豪在他们那里 入他们这个平台入金入很多的 刘女士心动了 之后由对方带着炒黄金 刚开始投了几千块钱 试了试确实能赚钱 可能自己感觉 她稍微让我尝到了一些 一点那个甜头嘛 就说她说她就说你做得很不错的 做成这样也很厉害了 就是给我一直在扣扣上跟我说 我很厉害 我也得以忘形 不知道是不是 可能是不是自己有这方面 那个还挺厉害的 7月15号 刘女士一次性投了40万进去 这时她投入的总金额 已经达到了69万 记者看了刘女士的转账记录 发现这些钱都是打给个人账户的 后来那40万是我在同乡有一套房子 我把它卖掉了嘛 卖掉我卖了119万多嘛 卖了119万多 我准备要在林平买的嘛 但是林平不是钱 我钱不够嘛 我准备付个七成的 我本来那个钱是够的 我只付了七成 把那个挪用了房子前40万 投到这里面来了 刘女士说 从那以后自己有亏也有赚 基本还能保本 但8月19号晚上开始 情况不大对劲 我多的时候我就下手下的大 我下的大 我是超短时间交易者 我有赚 有一点点盈利是马上平仓的 我不会说是放几天 下了一个无手的 上面是赚了一个200多美金的 就是我要平掉的时候 它的服务器就突然断开了 连不上了 连不上了 报价也不动了 完全就是黑屏 黑屏我等个几十秒 它还是断的 然后又最长的时候 我等过五分钟 服务器一直连不上 我就点不掉 点不掉就是卖不掉 卖不掉 然后等它再恢复正常的时候 我上面就是亏了2000多 我再再等一下 直接就亏9000多 刘女士说 服务器掉线的情况反复出现 两天之内 账户里的60多万就变成了零 现在这个付托的网站还能打开 但她的账号已经登不上去了 她现在想想整个过程 觉得自己可能遇到了诈骗 刘女士只有那个林经理的QQ 对方曾向她解释过 服务器掉线有多种原因 并表示会把刘女士的情况 转达给公司 采访现场给对方 拨打QQ语音电话 没有接听 不过对方文字回复说 会邮件回复 这家付托公司有个400开头的电话 打过去没人接 但随后刘女士收到了一条短信 里面提到了一家公司 叫佩妇上海商务资讯有限公司 记者查询到了这家公司 注册时登记的号码 老德斯这家公司 只做年间公司的时候我弄的 你之前是 之前在那边工作了 之前就是 帮她制造公司的时候 是我去弄的 那你做法人了 法人有没有联系方式来你这边 没有 那你知不知道 那个付托外汇 是不是他们的公司 这个我怎么知道 我不清楚 刘女士一直使用的 外汇天眼平台 联系方式留下了一个邮箱 和两个微信号 刘女士添加过其中一个微信 现场拨打语音电话 对方挂断了 通过文字咨询 对方表示 他们只是交易商查询平台 目前 刘女士已经向警方报案 渔航南院派出所 正立案调查 1818黄金眼 记住报道 对方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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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怎么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